首先呢来看一下罗彻斯特大学的位置 它位于美国东部纽约州罗彻斯特市 是在城市的略微偏南边 从地图上呢能看到学校的右侧这一片 有一个叫Mount Hope Cemetery 它有一个非常大面积的墓地 校园呢整个是一核而建的 能看到呢学校的北边是体育设施 然后西边这里呢是一个宿舍区 我们在视频中步行的部分主要是集中在这边 也就是校园比较核心的位置 我现在呢是在纽约州罗彻斯特市 去往罗特斯特大学 可以看到呢今天呢是在下雨 现在呢距离校园大概还有五分钟左右的路 可以看到呢我们左右两边有一些小的商业 这边呢是有一个汽车城 全部都是汽车的地轮 现在走的两边呢就都是这个小房子了 这个罗彻斯特大学呢它建校于1850年 也是一所建校很早的学校了 它呢也是被提名为新长孙藤院校之一 它的音乐学院呢被公认为是全美和世界第一的音乐学院 它的光学专业还有量子物理 也是全美和全美盘棉前史非常的厉害 整个学校呢有大大小小有十一座图书啊 也是一所对于学术很严谨和尊重的学校 可以看到这边的房子呢还是稍微大的一点点 而且呢房子也是没有围栏的 所以这边的居然情况应该还是比较好的 这边呢 那我们右手边就已经是学校的范围了 这边是学校的一些安班的文件 全部都是宿舍 整个学校呢是沿湖而建成一个长条形 可以看到罗彻斯特大学它也是用的这样深红的色调 我们现在视频里的正前方呢是整个校园的这个医学部 这里面有医院然后呢还有医药学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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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边就是学校非常核心的位置了 里面呢也是不能够走车的 这边中间呢是比较大块的草坪 然后边上就是一些教学楼 非常漂亮 左边呢应该是一些宿舍楼 我看右边这个也是宿舍 我从导航上面看呢 这个中间这块草坪叫Residence Court 就是这个宿舍区 现在是在整个校园的 比较靠西北边的地方 所以可以看出这边呢 是一个宿舍区 这里左边呢可以看到是athletic complex 这里面呢就会有渠场啊 菊寺馆啊全都在学校比较东北边的地方 其实罗特斯特大学它的面积呢 相对于我们前面去的罗特斯特里面呢 没有那个大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建筑也是非常漂亮的 哇右边这个有一个圆顶 这个是学校的图书馆 我觉得这应该是可能学校比较大的一个图书馆了 我们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呢,我是在图书馆的另一面 就是比较靠里面步行的这一面 这边是一个很大的草坪 你就看到现在的长度都不够业 然后它的两边呢,都是各种的教训楼 这边,两边都是 草坪上面呢,也是如此这样的小路 然后有斜着的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我们走的就是学校的商学院 这边是另一边 刚刚开车看的是对着马路的一侧 前面是Motanical Engineering 是机械工程 前面正前房的这个是Mathematics Department 然后也有Department of Chemistry 基本上是数学还有化学学校的部门 这边是一条安静的小路 可以看到有好多雪都已经化了 所以呢上面露出来的都是草 这边的积雪比我们前面去的这个 比如说是这里工呢要少一些 不过它俩都在一个城市了 肯定最后如果下水的话 下的应该是一样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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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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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这边转上来我们就上高速了 虽然是上高速 不过前面我们会穿过市中心的范围 可以看到现在视线里面的正前方就是市中心 可以看到还是有一些比较高的建筑的 rine会穿过去 这边可以看到呢 上面的牌子上写的Buffalo 就是这个布法罗市 这个布法罗呢 它是美国著名的一个景点 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所在地 同时呢 它北面呢 也直接接壤的是多伦多 所以呢 去加拿大也是非常方便的 这个尼亚加拉大瀑布呢 我自己是去过的 非常非常的壮观 如果同学们 在美国的这个北部读书的话呢 真的可以是去一下 很漂亮的 现在呢 在主页上来看一下学校的录取 首先选择这个Admissions 从左侧呢 有一个Applying 我们打开呢 选择这个How to apply 直接往下呢 首先出现的就是本科生的录取要求 能看到它这边呢 Teacher Recommendation One Required 就是需要一封老师的推荐信 然后还有这个Counselor Recommendation 然后还有一些学校的成绩单 之后呢 我们点开这个国际学生 能看到它这边有一个 International Student Resources 我们选择这个 从这边往下呢 看到的是语言成绩的要求 首先呢 雅思它这边推荐的分数是7.5 然后托福呢 这里是100分 每个分项呢 是有一个最低分的 不过呢 如果是一个Strong Score的话 一般就是指比较有竞争力的话呢 你的雅思呢 要达到8分 然后托福要在107分以上 所以呢 能看出来语言成绩的要求 还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回到刚刚这个页面呢 从上面选择这个Graduate Students 下面出来的呢 就是所有的学院 我们比如说呢 就选择这个第一个 这是文理工程学院 往下呢 看到它这个 每个专业会有一般不同的要求 那比如说 我们就选择这个Electrical Engineering 每个分项呢 下面是有一些 比较展开的详细要求 那托福呢 它这边是95 然后雅思是7分 发现研究生呢 比本科生的要求要略低一点 之后呢 它这边成绩单 然后这是邮寄的地址 基本上呢 也还是常规的要求 看到这边推荐信呢 是要求三分 回到主页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学校的宿舍 选择这个Student Life 然后从左边呢 选择这个Housing 往下呢 选择这个Residential Life 首先呢 比如说来看一下 这个新生宿舍 选择呢 一共它这里面 是列了四个宿舍楼 比如说就看到第一个吧 如果你想要看详细的介绍呢 是可以选择它这里面的链接的 我们就看一下它这个比较简单的介绍 四个宿舍楼呢 全部都在下面 如果选择这个Room Roommates的话呢 能看到一般情况下 宿舍里面会有的一些设施 然后还有需要你自己去拿的一些东西 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呢 都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给我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